宁心俱力 破画复兴新蓝图 团结奋进 创造历史新伟业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19届中央委员会 向大会做了提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人民大会堂 雄伟庄严 万人大礼堂 气氛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汇标 后幕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灰 十面鲜艳的红旗分裂两侧 二楼和三楼跳台上分别悬挂着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伟大 光荣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 上午十时会议开始 在主席台前排秀座的大会主席团 航务委员会主员有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库宁 赵乐际 韩正 丁薛祥 王晨 刘鹤 许奇亮 孙春兰 李希 李强 李红忠 杨洁篪 杨小杜 张又霞 陈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胡春华 胡春华 郭升坤 王空宁 蔡奇 胡锦涛 李瑞环 温家宝 贾庆明 张德江 于正生 宋平 李南兴 宋平 宋平 胡锦涛 李长春 赫国强 刘云山 张高丽 游泉 张庆 大会由李克强主持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现在开幕 请全体起立 全场起立 奏唱 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武器 李前找杀 李卓 李白 李沙 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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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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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二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三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四 加快架建新发展客建建国建设rell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 实施苛教新国战略 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6.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7.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8.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9.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10.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1.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2.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3.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14.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5.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5.习近平在报告中指出,19大以来的五年,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5.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 15.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15.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 15.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15.五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半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在总结新时代十年工作时,习近平指出 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 一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 是标秉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 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习近平说 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 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确立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 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 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习近平说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在这里 我代表中共中央 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和台湾同胞 以及广大侨胞 向关心和支持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 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性锻造中 更加坚强有力 在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 更加强大 奋斗精神更加昂扬 必胜信念更加坚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正信心百倍 推进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强调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庄严历史责任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 首先要把握好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 在谈到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时 习近平指出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团结带领 全国各组人民 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前进道路上 必须牢牢把握重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习近平强调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指出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深入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 人才引领驱动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 习近平说 必须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 加强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保障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 积极发展基层民主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 习近平指出 必须更好发挥 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 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在法治轨道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扎实推进 依法行政 严格公正司法 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习近平表示 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广泛建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 影响力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 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治国有偿 立民为本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指出 要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完善分配制度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习近平强调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 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习近平提出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维护国家安全 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习近平表示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习近平强调 一国两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是香港澳门回归后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必须长期坚持 坚持依法治港治澳 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支持香港澳门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好发挥作用 习近平指出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 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表示 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国坚定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 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 携手开创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 全党必须牢记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绝不能有松进歇脚 疲劳厌战的情绪 必须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他强调 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不懈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驻魂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速迹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 习近平指出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才能胜利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套国家 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束牢群众观点 贯彻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新联心 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形成同心共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党用伟大奋斗 创造了百年伟业 也一定能够用新的伟大奋斗 创造新的伟业 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牢记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埋头苦干 奋勇前进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放照过程中 全场一次次响起 弱烈的打针 现任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 在京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无党派代表人士 宗教界代表人士 在京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 无党派和民族宗教界人士 作为来宾列席大会 党内有关负责同志 也列席了大会 约2500名中外记者 采访报道了开幕会盛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